美国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7号的时候宣布了H1B工作签证的最终修改方案 将会用薪水高低来决定抽签的顺序 该规定会在60天之后生效 美国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在7号宣布了H1B工作签证的最终修改方案 将以薪水高低来决定抽签顺序 且该规定将在60天后生效 不过在此之前已提交H1B签证的申请者并不会受到影响 抽签方式依旧遵循申请当下的规定 在此之前联邦法官曾以程序不透明 理由站不住脚为由 驳回川普政府调高H1B薪资标准的规定 而USCIS在7号公布的新规 是在调整H1B签证的抽签顺序及核发方式 与先前被驳回的内容为不同概念 USCIS的声明中指出 因原本的H1B签证机制 被许多不销雇主滥用 无法为美国企业引入最佳的企业劳动力 连带的多年来美国劳工的机会 也被低薪资的外籍劳工夺走 修改后的新规将激励雇主提供更高薪 要求高技术的职位 帮助企业满足人员需求 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这项规定将保护签证持有人 免受剥削 也确保美国工作者不会被工资较低的外国同行取代 根据发布的新规 H1B工作签证者的薪资将化为四个等级 一级最低 四级最高 被列为第四级的申请人将获最优先考量 若有剩余名额则将依次轮到第三二一级申请者 直到规定的八万五千个名额填满 目的是在保障美国劳工就业和经济竞争力 这项规定适用于雇主可以在三月开始提交的 2022财年H1B申请 其实国土安全部在去年十月就宣布了修改H1B签证的计划 并在之后搜集民众意见 其中反对者表示 新规定无法照顾到移民家庭的需要 以薪资为标准的筛选机制 也与美国价值观相悖 不利于美国的创新发展 对此联邦政府表示 此规定会激励雇主们提供更多高薪高技术的岗位 避免多数H1B的就位机会 被过多低薪低技术的劳工抢占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